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上周五澳洲本地的情况 那么上周五澳洲股市在最后收盘的时候 是成功实现了一个六年涨 也就是在过去六天的交易中都出现了上涨 虽说上周五的幅度非常小 但是咱们说苍蝇肉它也是肉 所以截止收盘的时候 上周五澳洲200总共是上涨了2.6个点 收盘是收在5924 中国的A股在五一长假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也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变化 上海的方面是上涨0.08% 深圳方面上涨大约是0.05% 可以说是原地踏步 那么在欧洲方面 除了英国有0.5%左右的下跌之外 法国和德国基本是保持了轻微上涨 而美国股市在上周五 三大指数则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幅度也非常之少 大约仅仅只有0.2%左右 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在目前开始起稳 目前稳定在1270附近 但是也并没有突破任何的 我们说到的两小时的交易图 而其他方面的原油价格 目前还是在50美元以下 虽然有所上涨 但是整体上幅度非常有限 另外我们要说一句的是 现在昨天上周五出来的数据 欧元区核心通胀目前已经达到了4年的新高 那这也预示着欧洲的经济目前逐步正在恢复 那么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说一下两个问题 一是朝鲜的导弹 第二是说到咱们分析一个事物和一个金融产品时 可能会用到的题外思考 咱们都知道朝鲜问题过去几周 一度是成为了市场的焦点 尤其是在美国打了叙利亚之后 在叙利亚之后的几天 曾经说到航母可能会到朝鲜那边去 使得在当时黄金一度暴涨 股市曾经下跌 那然而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 朝鲜又发了一枚导弹 虽然是失败了 但是金融市场却并没有出现太多的反馈 该涨的还是涨 该跌的还是跌 这又是为什么呢 可能呢我们知道呢 之前我们小时候都听过一个狼来来的故事 这个孩子到山上说狼来了 说一次两次有效 说到第三次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听 而这一次呢 朝鲜的导弹 似乎呢也是验证了这个狼来来的故事 他在前几周 每周的时候呢 声称要有大的动作 发一个导弹 发两个导弹 当时市场呢 还有所反应 害怕美国可能会进行的战争行动 或者说呢 有可能进行的这个导致周边地区不稳定 因此呢 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也好 或者是汇市也好 每次当朝鲜发射有所行动的时候呢 都会有大的影响 但是呢 随着他的这个 每一周啊 变成一个常态 以及美国呢 每一次说说说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似乎短期内动物的可能性 并不是那么高 所以金融市场呢 也有所疲态 感觉到你似乎每一周发射 一枚导弹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成为一个常态 所以投资者呢 对于这个事件 现在来看 并不是那么的敏感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啊 朝鲜问题 虽然从现在来看的 短期动物的可能性 不是那么大 但是呢 不得不说 在今年的下半年中 几个不稳定因素中 一个比较大的占据呢 就是朝鲜问题 我们知道 美国股市啊 从去年的特朗普当选之后 到现在整整三四个月了 没有过一次大的回调 从大约是一万九千点附近 一万这个 一万六千点附近 涨到现在呢 接近于两万一千点 这五千点的上涨 没有过一次大的回调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呢 可能在今年中期 或者是到了下半年之后的时候呢 美国股市会有一波 至少是百分之十的回调 那么这么大的回调 势必呢 就会是因为一个导火线所引发 当然了我们不是神仙 不可能预测到 这导火线的详细原因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有可能是朝鲜问题 也有可能是德国 或者是法国的大选 那假设如果是法国 在本周日选举的情况来看 是支持欧元的候选人上台 那么他的这个因素 可以被排除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可能是朝鲜的 这个地区性的争议 以及呢 德国的大选 这两者呢 不论哪个最后出现黑天鹅 都会对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朝鲜 因为我们知道呢 朝鲜如果是战争一旦动武 那么可能带来潜在 直接影响最大的 并不是美国的股市 而是中国的A股 以及香港的恒生指数 再加上朝鲜目前 依然是拥有着 这个潜在的核武器 所以说一旦这个事情不能马上解决 那么潜在的核武器威胁将会比原先这个普通的常规战争 带来的影响力更加严重 我们呢 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 不希望战争的爆发 但是一旦战争有所爆发的预兆 或者说呢 接近于爆发 这个时候 金融市场就会从现在一直上涨的情况之下 飞速的掉头向下 那么朝鲜问题 以及之后可能潜在的德国大选和意大利公投 意大利大选都是今年剩下的几个重要的潜在黑天鹅 那么刚才说的是国际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澳洲自己的情况 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一两年中啊 我给大家对于澳洲本地产品做过很多推荐 包括不只是外汇上面 包括像股票上面跟大家推荐过这个澳新银行 澳洲的币和币托 以及呢 跟大家说到这个南风股呢 不能购买等等一些事情 可能各位听众朋友有所疑问 就会觉得 一为什么你会做出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呢 你是用什么思维或者什么方法来做出这些判断呢 那对此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首先我们知道呢 分析一家公司也好 分析一个商业也好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 我们都是从到金字塔市 也就是从大到小来分析 先分析呢 经济环境 然后是行业背景 之后是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 最后呢 与他的同行做一比对 最终得出这个结论 不可否认的是呢 这个方法的确是比较踏实严谨 但是呢 如果我们永远分析问题 是按照这个传统的方式来分析 那么很容易我们就会被框死在条约之内 咱们英文说呢 你要思想的时候要跳出这个方框 跳出这个方框 中文呢 也就是打破原有的束缚 想问题 看事物的时候呢 从另一方面 从第三者的角度 或者从平时我们不太接触的方面 侧面去了解 这个时候 或许我们可以获得一些 平时我们传统方式呢 看不到的问题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知道澳洲奶粉在过去两年 非常的流行 以澳洲奶粉股 特别是贝拉美为例 它的股价从2015年上市的一块钱 最多2016年是涨到了16澳元 两年之内 整整是涨了16倍之多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从微信上来看 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2014年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各大微信是疯狂的在说 买不到奶粉 或者说是澳洲本地人在抱怨 这个时候 你去买奶粉完全正确 但是到了2016年 情况就有所改变 那为什么会改变 为什么我在2016年的时候呢 跟大家反复说到 不要去碰奶粉股 其原因 如果我们光是看这个数据 看报表 是永远得不到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啊 咱们中国人啊 对于这个鼠像 还是比较在意的 2014年是什么鼠 什么什么年 是马年 那么2014年的 出生的孩子 在2015年断奶的时候 就会开始喝奶粉 但是2015年是什么年份呢 它是个阳年 咱们知道的这个生肖啊 很多时候啊 按理说啊 你说这个阳年怎么怎么好 怎么不好 都是不科学的啊 但是呢 由于传统的存在 因此很多中国人对于阳年呢 依然会有很大的忌讳 从数据上来看 阳年出生的宝宝 要远远的低于马年出生 那么这一点上面呢 你说国外的分析师也好啊 或者说什么行业的专家也好 他们怎么可能想得到 如果他们对于中国文化 没有所了解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知道 阳年比马年出生的宝宝 要少很多啊 但是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啊 阳年出生的孩子 肯定要比马年出生的少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之上 不用看数据 就可以得出2015年啊 出生的宝宝 在2016年所需要的奶粉数量 必定会少很多 你说这个在数据上能看到 在财务报表上能反映吗 反映不出来 再比如说我们说到的 在20去年的时候 我推荐的是这个澳新银行 为什么推荐澳新银行 在澳洲的四大银行中 澳新银行排名的垫底最差 但是我们依然是推荐 为什么推荐呢 着重就是说到了 澳新银行在三年前 曾经增发过一次股票 成本是以30.90澳元的价格增发 但是在去年最低的时候呢 曾经一度是到过22块钱 你说你以30块9毛钱的价格 卖给了那么多的投资者 价格掉到了22块钱 大家损失超过了30% 如果澳新银行未来还想在 二级市场上继续融资的话 他就势必必须将之前解套 这个被套住的那一部分股东 把他们解套 换句话说 他的股价就必须回到30块9毛钱 当然了 这也不是100%的可能 只是呢 我觉得从一个大的银行来考虑 他如果从长期的战略角度来考虑的话 势必他未来还会继续融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必须要把之前那些心中有怨恨的投资者呢 把他解收解除 那这也是呢 我在去年着重给大家推荐 澳新银行的主要原因 那么像其他的方面 包括了这个油价下跌 使得我们推荐航空股 比如说像车辆 这个卖车卖的越来越多 我们推荐呢 这个收路费的这个路 过路费的这些公司 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不要是仅仅从呢 这个行业 数据 财报 这些原始或者是固定的方式去了解 想问题 看事物 一定要从其他的角度 从第三方 从侧面加以了解 这样的话呢 才可能 我们能做到 仅仅是可能 做到呢 先任一步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说的一个产品 说的是啥呢 说的是澳元兑美元 澳元兑美元 我们知道呢 从26号下午开始下跌 到目前为止呢 四五天之后之内呢 终于有了第一次在短期的一个反弹信号 这个呢 仅仅是它是一个30分钟 也就是半小时的走势图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澳元在短期之内 很有可能将会继续向上 如果有些冒险的朋友们呢 可以现在的价格 0.7490附近就可以进场 如果相对于保守一些 我们可以再突破这个关键线 大约是0.7510 或者是0.7505附近呢 再去进场 止损价格呢 可以设定在过去24小时的最低价 最低价大约是在 0.7470左右 这个呢 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产品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GoMarket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